孝新砸千萬 LA開牛肉麵分店 這樣三家店 每個月營業應該破百萬吧 一定是有賺錢來 沒關 一定有啊 換你 很辛苦啦 孝新的牛肉麵店 喜在荷里哈亞 月營收能破百萬 現在還把觸角升到國外去 他的立想公寓牛肉麵 進軍美國洛杉磯 怎麼會想在這兒落腳分店呢 早期也在那邊住過一陣子 大概一兩年 我的朋友多半都在這兒 美國的店這樣大概要投資多少錢呢 一家麵店喔 所以那邊一家麵店 我們講30個人的位置 基本上都要超過30萬美金 哇 快一千萬 哇 這麼搞喔 因為台灣真的是開店的一個天堂 現在目前到了美國這邊 唯一要克服食材上面的這個差異性 然後也要知道這邊當地人的口味 而且在審核是真的很難啦 審核期大概多少 多久 3到6個月喔 LA分店目前已到最後 籌備階段 預計在5月30號開幕 而紹興的賽步計劃 則是要進軍上海再展店 另外… 聽說他最近改名叫做邵小東 你會怎麼改名字 紹興這個名字來講 我會覺得比較單薄一點 過小時分 東方不斑 不是去東升 讓它變得厚實一點 有一點靠山 有點背景 比較有重量的感覺 人家常常問我說 邵小東跟陳小東有什麼不一樣 哼 馬上拜託 人長不一樣 心事也不一樣啊 娛樂動新聞 我就問他說你有讀過書嗎 哈哈哈哈 我懂 聽說現在點開蘋果 會看不到新聞 我就不信 真的沒有耶 怎麼辦 加入考評委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能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現實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